想吃正宗又好吃的重慶菜不一定要去到重慶 今集食信由中有Ophelia帶大家來到元朗的瑜伽峰 試試正宗的重慶菜 事不宜遲 進去試試 今集中的重慶菜館 來到瑜伽峰 這間是正宗的重慶菜館 剛才進來見到老闆娘 發現她的皮膚真的很美 因為人家吃得多了 皮膚都會美一點 所以我本身都很喜歡吃辣 來到這裡當然要大家試試重慶菜式 好像有重慶酸辣粉 也有涼拌小食 好像拍青瓜 尖椒皮蛋 夫妻廢片 事不宜遲 試試鮮辣粉 我平時去重慶食都會吃酸辣粉 因為我很喜歡酸酸辣的感覺 吃下去很開胃 試一試 嘗嘗的效果 真的特別爽口和煙韌韌 剛才我聽老闆娘問過 說這些紅薯粉是特意從重慶運過來的 而我自己吃完之後 也覺得紅薯粉比外面有點不同 因為它特別煙韌 另外酸酸辣辣的感覺 令我吃下去更加開胃 而且平時我們吃米線 食卵食就會覺得很飽 因為會滑著胃 但因為紅薯粉的關係 吃下去就不會滑著胃 不會像米線一樣吃得多 就會吃不到其他食物 所以用來做餐前小食就最好了 吃完酸辣粉 讓我試一下這幾道 正宗的重慶地道小食 試一下尖椒皮蛋 我覺得很野味香口 而且平時吃皮蛋會咬下去硬滑滑 但因為它是糖心皮蛋的關係 因為它的質感會比較好吃 而且軟軟軟軟的 而入口一點 試一下泡青瓜 青瓜很爽口 很新鮮 給我一種清新的感覺 而且有點酸酸辣辣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酸酸辣辣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去到重慶都一定會點的 喜歡吃辣的朋友都會知道的 夫妻廢片 讓我試一下牛肚和豬心 先吃了豬心吧 豬心和牛肚很爽口 真的很辣 而且外面吃的菜式都會用油浸 油淋淋 當然不喜歡的 但這裡比較乾爽 沒有那麼油膩 我給個讚 來到吃重慶菜又怎能吃雞煲 來到瑜伽峰又怎能試一下招牌雞煲 大家有沒有發覺他們的雞煲和外面是不同的 外面吃雞煲很多時 一開始只有雞和醬料 醃到油油粒 吃下去就油粒粒 老闆娘顧及了 香港女生就不喜歡吃到那麼油膩 所以她一上來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樣的 上湯雞和配料醃在一起 很多人會問 這樣做法 會令雞煲滷了 但其實不會的 老闆娘用了一個方法 避制將雞煲多久也好 都不會滷 試試 雞煲滷 而且真的很辣 嚇到我出汗 但這樣才叫做重慶雞煲 因為吃來幹什麼 真的沒有感覺 一定要這麼辣才有重慶的重慶雞煲 我發覺老闆娘真的是重慶人 之前去過重慶 其實重慶的雞煲是會放大豆芽的 而這裡的雞煲真的放大豆芽 香港很多時吃雞煲都是沒有大豆芽的出現 很爽 試一下大豆芽 很爽 而且大豆芽吸了辣汁 真的很辣 而另外很多時候人家以為吃雞煲 即是吃辣的雞煲 吃得多可能會火氣很重 因為吃辣的東西 但其實不是的 正宗的重慶雞煲是放很多藥材 可以幫你調理身體 所以吃得多身體反而會好 好甜 來到吃雞煲 當然要打邊爐才過癮 我介紹一下這裡主打的火鍋配料 在我前面就是手切牛 你看它的色質很漂亮 脂肪和肉的比例分配得很好 而這個就叫做無肚 即是黑牛帕葉 其實平時外面打邊爐的牛帕葉 通常都被人飄到白癩 這樣就不健康 黑牛帕葉就原汁原味 健康很多 而這個就特別了 其實是臘肉 那有什麼特別呢? 在其他地方吃不到 之後是瑜伽風才可以吃到 老闆娘特意在重慶那裡 拿農家豬回來再醃製 所以你只是在這裡才可以吃到 立刻試試 差不多半透明 讓我試試臘肉 吃起來有點像煙肉 還有鹹鹹的辣辣的味道配合得很好 另外我發覺老闆娘的手切功夫切得很好 臘肉切得很薄 吃起來很爽口 而且不會肥膩 下次來瑜伽風 一定要蘸這些辣肉來火鍋才行 在我前面的就是正宗的萬洲烤魚 而萬洲就是重慶的其中一個地方 在我前面的萬洲烤魚 其實跟平時的不是有點不同 外面吃的烤魚 煮法有點像水煮魚 就會比較油 吃下去會油膩 沒那麼健康 而老闆娘用上湯的方式來煮萬洲烤魚 沒有那麼油膩 吃下去會比較健康 而且配料方面也很豐富 有青瓜、木耳、泡椒和豆腐 試試看 魚很入味 吃下去會酸酸辣辣 很重的泡椒味 另外它是用上湯煮的 可以像剛才的雞波一樣 用來打火鍋 不喜歡吃辣的朋友也不用擔心 這裡有很多不辣的菜式可以讓你選擇 好像有老鴨湯、酸菜魚、奇味雞 清補兩雞、豬肚雞 還有一系列的小炒 吃完兩個這麼正的鍋 是時候嘗嘗它的小炒 嘗嘗回鍋肉 這些回鍋肉不是罐頭回鍋肉 因為剛才說過 老闆娘很喜歡從重慶到農家豬回來 所以都是農家豬來的 嘗嘗 嘗嘗 回鍋肉很香口夜味 吃下去油而不利 因為老闆娘切到回鍋肉很薄 平時外面吃回鍋肉通常都是一大塊 吃下去油粒粒 但這裡就沒有這種感覺 而且配椰菜中和口味一流 很清新 吃完回鍋肉是時候吃炮椒田雞 但通常吃田雞的方法都是那幾種 好像煲仔飯和煮粥 但炮椒田雞我真的第一次吃 嘗嘗 田雞肉真的很滑 好像剛才雞煲的肉一樣滑 而我發覺老闆娘煮辣椒的技術 都是出神入化 剛才的煮法和這個又不同 好像這裡用了薑和蔥來配搭 它除了有泡椒味之外 也有薑和蔥味 兩種辣味配搭在一起 也有不同的感覺 哇 到了今天的重頭戲 香辣老虎蝦 你看看這麼多辣椒 在上面就知道有多辣 喜歡吃辣的朋友 一定流口水 還要看 這隻老虎蝦 都是原隻新鮮的老虎蝦 主要這麼大隻 老闆娘真是下足料 事不宜遲 嘗嘗 這蝦真的很鮮甜味 咬到口裡傻傻腥 我想說這樣炒法 可以把蝦的鮮味帶出來 因為辣味可以帶出蝦的鮮味 我自己一個都可以清一碟 真的吃過翻層味 嘩 這次真是大收穫 又吃到這麼正宗的孟州酵魚 又有這麼正的重慶雞煲 怎麼可以不來瑜伽風 喜歡吃辣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了 瑜伽風的地址是 元朗又新街 61至62號 上來這裡吃這麼正宗的 重慶賽的話 只需要在元朗西鐵站 行幾分鐘就到 又或者你可以選擇 巴士 264號M 268號B 268號C 269號D 276號 53號 64號K 和968號 又或者專線小巴 601號 602號 603號 604號 606號S 或者608號 我都可以到的